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昨天在香港文化中心隆重的举行 这一届最佳男主角奖项竞争激烈 最后由刘青云凭着神探大战中的李俊 拿下了影帝宝座 曾经九次提名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但都陪跑的郑秀文 这次凭借着流血落花终于成功封后 徐冠文凭着风在起时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王婉芝也凭着泛系功心夺下最佳女配角 而本届最佳新演员奖落在白日青春 年仅十岁的童心林诺的身上 他在分享得奖感言的时候 以可爱的语气呼吁大家到电影院观赏白日青春 而颁发这个奖项正是新科奥斯卡 影后的丹斯里杨子琼 他一出场就获得了热烈的欢呼和鼓掌 神探大战可以说是成为当晚的最大赢家 包揽了最佳男主角 最佳导演 最佳摄影 以及最佳编剧 至于最佳电影则是由拍摄手法引起争议的 张晓婷指导的纪录片给19岁的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